哈喽姐妹们 永远不要小看韩国人的整活能力 现在他们都拉着没分手的三对情侣 来互换对象谈恋爱了 你没有听错 嘉宾就是可以在节目上光明正大的劈腿 白天跟别人的对象轻轻热热去约会 晚上回来还得和自己圆配睡一个被窝 光是听着就太刺激了 参加节目的三对情侣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分手 却到节目组就让他们在同一个房子里住七天互相培养感情 他们在最后一天可以选择和圆配哪来都回哪去 还是和别人家的对象快乐牵手 总之就是毫无道德底线 只求心动不求心安 节目组的总之就是把修罗场和NTR进行到底 先简单介绍一下节目里的三对CP 第一对小情侣今天刚好是500天纪念日 也看进门的时候还是手拉手 其实不久前刚分手才复合 两个人的脾气都特别硬 抄袭下来就完蛋 彼此都觉得现在已经找不回当时的爱意了 我们就叫他们500男和500女 第二对只谈了10年恋爱 但是分手超过20次的爱豆哥和模特姐 最初因为南方是个爱豆 两个人只能偷偷摸摸搞地下恋情 咱也不知道爱豆还搞嫂子问学 为什么没有被粉丝暗杀 可能就是因为太胡了 所以搞不下去了 现在南方退役后回去开店 两人终于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但是由于拉扯的太久 他们已经没有了爱情 只剩亲情 现在全靠一起在维持这段关系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和自己对象 杀学为盟 结白成金安兄弟呢 第三对 一个是健身房老板 一个是健身教练 总的来说 就是办公室上下级的恋情 我们称为健身男和健身女 健身男的生意做得很大 除了健身房 还有别的产业 反正就是天天开会 和健身女基本上没时间交流 再加上 健身男根本没有想要交流的意思 健身女也只能逐渐自闭 两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 产业上别有一起投资 但是他们在一起一年半 约会次数不到十次 每次吃饭 还偏偏有同事啊 亲戚啊在旁边 当地能泡谈生意 这个恋爱 谈的是相当憋屈 三对情侣都到戏之后 就开始围组在一起 互相寒暄 这个节目的道具卢 真是个设计鬼才 看到这个三角桌 我只有一个字 绝 在饭桌上 大家吐槽起自己对象 那是毫不留情 模特姐那个嘴跟刀子一样 甚至说自己太想分手了 求着爱多个赶紧出轨吧 这样我就能 心压里得得跟你886了 我死都不想再见到你了呀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看这俩 也确实没啥希望了吧 健身组那一对 也好不到哪去 女方身体比较弱 经常难受 男方的反应 不是贴心照顾 而是说 你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 从此以后 除了难受到要晕倒 健身女就再也没说过这种话了 模特姐听完深表同意 说 我家的也是这样 每次我不舒服 她都觉得是我在装病 都怪我身体太差了 才会这样的 还说 你要死就早点去死 健身女竟然很羡慕 模特和爱豆 那对能够敞开的吵架 因为她有委屈 就只能憋在心里 哪怕任代拉伤了 还在继续工作 啥都不敢说 提起这事 健身女绷不住哭了 难道沉默半天 我还以为 她要说出什么抱歉的话 没想到竟然是 你别哭了 你这样显得我太那个了 观察室的嘉宾 都听不下去了 一顿饭还没有吃完 男嘉宾们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节目组让他们选 第一次约会的心动对象 爱豆哥看完短信的第一反应 就是把手机塞到了屁股底下 其他两位也逼着原配 咱也不知道 这是在藏个啥 明明就是个光明正大出轨的节目 还要这么偷偷摸摸 健身男发个短信 跟007特工一样 发完还松一大口气 开心的吹口哨 也是没谁了 谁知道 他们偷摸发的短信 根本没有卵用 缺德节目组接下来 就把大家都叫到客厅里 公开处刑 当着各位原配的面 宣布了选人结果如下 爱豆哥选了500女 500男选了健身女 健身男选的是摩托姐 哎 就是这么巧 天天没人选重复的 摩托姐当着自己原配的面 笑得那叫一个花枝乱颤 健身男也非常不会看气氛的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就问摩托姐 咱俩明天怎么约会 大家是完全把自己身边的原配 当空气吗 就在所有人都回了房间 摩托姐和爱豆哥还在日常吵架的时候 健身男就这么大大咧咧的闯进了别人房间 来找摩托姐商量明天的约会 极点见面 这场面实在是干了个大嘎 爱豆哥感觉自己头顶冒绿光 慌得独自上楼消化悲伤 结果这位哥上楼之后 又发现500CP在和健身女聊的有说有笑 啊 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好多鱼 那这样 我也只能主动出击了 500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一看自己原配被叫走了 立马压力声音和健身女定了约会时间 这场面也太像背着老婆偷行了吧 这脸都不比泰国狗血肥老剧精彩 别人约会都是定了10点12点 结果爱豆哥开口就和500女定了个8点出发 约好时间之后 爱豆哥下楼想回房间 但是健身男跟模特姐越聊越起劲 啊 还是感觉自己好多鱼 自己房间搞得像别人家一样 好不容易熬走了健身男 爱豆哥和模特姐开始互相指责 对方和别人太过亲密 凑着凑着又吵一架 健身男方法还对模特姐满脸对笑 转头就对自己原配一脸冷漠 大半夜的还把人叫出去骂了一顿 他试图给健身女解释 自己饭局上那句话的意思不是不让她喊痛 但是这玩意儿就是越描越黑 越解释越乱 最后健身男竟然说出了 又不是我让你生病了还要工作 你工作是为了你自己 又不是为了我这种话 我都怀疑 这位大兄弟是不是POA课程钻石学员 这都能出世开班了呀 好不容易熬过了第一晚的修罗场 三队混搭CB终于迎来了和别人对象的浪漫约会 大家出发之前还在担心 自己对象跟别人跑了 心里会不会难受 结果真的出来之后 一个个玩的乐不思蜀 笑得春光灿烂 遍地开花 爱豆哥和500女相差8岁 俩人都是福山老乡 上车就用方言拉起了家常 之后坐上了豪华大游轮 还一起麦田漫步 两个人有说有笑 还互相拍照撸猫 吃饭的时候 爱豆哥还满脸幸福的说 自己这是十年来 第一次和别的女生正式约会 五百女的笑容 让他感觉自己原来喜欢爱笑的女生啊 接着爱豆哥还很贴心的 在自己碗里给对方包海螺 这男友力 瞬间疼疼往外冒 明明刚才还戴着口罩散步 这下都是完全不在乎交叉感染了 摩托姐和爱豆哥这一对 我真的是看不懂 感觉他们十年恋爱都谈了个静 摩托姐和健身男一出门 连车都没上 就激动的原地开梦 都开心了 我差点就忘了 摩托姐也有三十多了 这出自约会的少女感 真是扑面而来 一上车 这位姐就开始各种吐槽爱豆哥 哎呀 你车开的可真好 不像我男朋友 一叫我开车就不耐烦 因为他有愤怒调节障碍 我俩只要待在一起就吵架 根本就处不下去 然后整个约会期间 都在各种感叹 啊 这个好漂亮啊 啊 这个也好惊喜 不论你看见什么 都格外捧场 得月事儿没找他去做捧根 都算去采了 摩托姐在大游艇上 更是激动的快要哭了 怎么办 我好幸福啊 就像做梦一样 两人吊着吊着鱼 连静语都不说 开始说平语了 还把脑袋凑在一起自拍 摩托姐原本还觉得 来几周倒霉 能和男朋友一起约会 看风景好可惜 现在一点都不可惜了 因为有健身男 所以就很开心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 摩托姐现在 还是想着爱豆哥 跟别人跑了怎么办 心里还是有一点小记录 但是健身男就不一样了 他有男人的胸肌和大度 他觉得健身女 如果选择了其他人 那就证明我俩没有缘分 干脆就这么顺其自然吧 言下之意 就是想着掰了算了 摩托姐认为 爱豆哥没有把自己 当成要结婚的对象 才会说话那么伤人 两人分手之后 肯定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以他的原话来说就是 哎呀 我反正是不想和他结婚 因为我们的恋爱 烂得跟臭水沟一样 我跟他结婚以后 铁定会离婚 所以我只想谈恋爱而已 这样不爱了 还能干脆的分手 与此同时被他骂了千百遍 但是还是心心念念的 爱豆哥在干嘛呢 他在和新对象五百女 美滋滋的骑双人单车 剑幕组真是杀人猪心 偏偏要把这俩画面剪一起 模特姐在那怨气冲天 他们俩坐在海边 喝着啤酒快乐吃海鲜 干了个杯之后 这俩人也约好要说评语 真不知道该不该称赞 这对CP谈了十年的默契呢 另一对 简胜女后五百男的约会 咱们先留个悬念 想看下期别忘了关注我 欢迎评论最高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姐妹们下期再见